大家好,我叫小丹,今年25岁,来自广州 今天我来这里是跟我的男朋友陈宇 跟他的好兄弟王硕告白的 我想告诉王硕,我现在喜欢的人是他 我也希望他不要介于所谓的兄弟感情 而一直拒绝我 我来这里,我真的也希望陈宇不要再纠缠我了 其实我是为了弃王硕才跟他和好的 如果我伤害了他,我可以跟他说抱歉 但是我就想告诉他,我们分手吧 那到底是怎样,你跟我说明白 要不然我真是生气了 其实去年的时候,我跟陈宇已经分手了 他跟我说是因为他父母,给他找了新的工作 但是我听我朋友说,他在那个福建有了新的女朋友 后来王硕知道我那段时间状态不好 经常过来照顾我 他给我的好事,跟陈宇在一起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能给我安全感 王硕一定是个暖的 我觉得他就是我要的人 现在陈宇过完年以后又回来找我复合 我去找王硕说过这个事情 他说要不你们复合吧 他觉得陈宇是他的好哥们 他好像是理所当然去应该帮他说话一样 既然他这么认为,那我就跟陈宇复合吧 当时我说完那个话,我就后悔了 我在想这样做,我真的对不起所有人 王硕喜不喜欢你 我觉得他喜欢我,王硕的心意我领意到了 我就说一个事实 拒绝和表白能否同时进行 我不说他一定跟王硕不能走在一起 至少拒绝和告白同时进行 我认为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其不甚重 这是我的态度 你是觉得他是跟陈宇能够分手成功呢 还是跟王硕是能走在一起呢 我们任何一个单身的女性,未婚的女性 都可以去敞开心胸 去接受所有对自己好的人 这个男生已经知道你心有所属了 我认为一定能分手 即便知道这姑娘已经心有所属 他们也分不了 那谁没有点过去啊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在我们现场上所有的男士 如果说你的另一样 陈宇跟现场所有的男士 都不一样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他跟王硕会不会在一起 怎么可能在一起 都孤男寡女相处 那么多时间都没在一起 现在还以为在舞台上 一个激将法就OK了吗 王硕为什么一直没有去明确 跟这女孩的关系 是因为这女孩自己都没有明确立场 今天这女孩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案 是的,我愿意,I do 所以他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 他正好对这女孩有好感 你们三个彼此都很明确 对方喜欢的是哪一种 我觉得你们今天能分手也能成 我很想问秉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你兄弟的女朋友 跟你兄弟分手了 说爱你 你会接受吗 如果我喜欢那个女的话 我会 我今天要来这里